Hello 大家好 我是悠悠 今天要测验的主题是 有哪些能量还在影响着你 那今天这个主题呢 我觉得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 或多或少会跟别人互动嘛 对不对 然后我们虽然会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 都是有关我们的频率 有关我们的状态 可是我们在跟别人互动过程当中 因为自己的信念所造成的一些伤口 可能也会导致别人的能量 还卡在我们的能量场里 那当然除了这些以外 还有一些外来的非物质的能量存在 也会用频率共振的方式 与我们共振者或甚至是 存在在我们的能量场里去吸食我们 我觉得它没有那么的灵异 也没有这么的可怕 所以大家不用用那种好像觉得 那是不是都是鬼啊什么这些这样的心态来看待 我觉得以一种比较开放的讲法就是一种能量体而已 那当然当我们可以明白 还有这些能量在影响着我们的时候 其实也可以方便我们去觉察我们自己 有什么样的信念与这件事情共振着 那这个时候当你能够去觉察出这个信念 并且知道这个信念不再服务于你的时候 这个能量自然会被代谢掉 对那当然你也可以透过一些冥想清理啦 或是一些外来的清理方法去做这样的一个处理 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概念啦 所以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觉察 并且知道自己是因为什么样的关系 而共振这些事情来到你的生命当中 并且去放下 我觉得这才是根本知道 OK那这也是我今天想要做这个主题 真正的原因并不是说要来吓大家 或是要来大家跟大家讲说 哎你卡着什么东西 而是透过这个方式去知道说 我需要处理自己身上的什么样的信念 什么样的课题 OK好 那跟大家一样说明一下就是 这个是一个大众的测验 那它集结了所有的集体意识 包括所有人的能量去做解读 所以并没有办法很贴合每个人的状态 每个人我们都有自己的自由意志嘛 所以大家只要去聆听跟自己有关的讯息就好了 不需要去过分的执着在某些话里面 因为这里面可能包含了很多人 几千人几百个人的讯息 那当然不可能都跟你一样啊 所以只要去聆听跟自己有关的部分讲就好了 放宽心的来接受这个测验 那当然你也可以一种好玩的心态来面对 这我觉得完全是OK的好吗 好那今天呢在每一个答案之后呢 我都会抽取卡片来做祝福跟结尾 那今天要抽的卡是彩虹卡 我们许久不见的彩虹卡 对那大家可以看到台面上有三颗矿石 我一一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颗这个是银石 那它是子律银石是蛮常见的银石种类 OK它是银石水晶柱 它是我的第一个收的矿石 对它上面都很多刮痕了 OK那第二个这个是幻影银石 对大家可以看到它里面有微微透出来的一些 不同颜色的部分 对我记得它的彩地好像是内蒙古吧 对也是一个很漂亮的石头 那大家自己可以上网Google一下 幻影银石是什么石头 对因为我自己的矿石知识 我觉得还不足以称奇来解释这些 但是我也有持续的在做 就是认识跟理解 OK那第三个这个是白水晶柱 那其实今天的矿石之前我们都有看过了 之前的影片都有出现过 那这边就不多做介绍 这就是很大家很常看到的白水晶柱 OK 那现在请大家呢 闭上眼睛 然后深呼吸个三次 三到四次都可以 并且在心里问自己说 我想知道还有哪些能量在影响着我 那想好之后呢 就可以睁开眼睛 凭直觉选择你有感觉的矿石 那 诚如我之前所说的 你要全部听那也没有关系 然后你只选一颗两颗三颗 那都没有关系 你就是听你觉得你有感觉的就好了 OK 不用去觉得要执着在 我只要选一颗就好 好吗 好 那选好的话呢 我们就进入解答的环节咯 好 选择第一颗子律银石的朋友 你们好 那我们来看看 还有哪些能量影响着你们 好 我可以看到选择这一颗矿石的朋友啊 你的母亲对你的影响蛮大的 对 应该说家庭的能量对你来说是蛮重要的 就是家庭人们的意见啦 想法啦 或是他们的一些 曾经对你的举动啊 行为啊 关系啊 等等之类的 都对你或多或少有影响 但是母亲的部分尤为严重 尤为明显 对 那不管你是男生女生 我们都会在身上去彰显我们有关母性的 这样的母亲方面的特质 这是一定的 因为毕竟 只是男女生所展现的面向是不一样的 OK 好 那选择这颗矿石的朋友 我可以看到你们 可能有很多跟母亲的拉扯 那可能没有 有些人可能不是很明显的 比如像跟母亲有很大的争承 甚至有些人会觉得 我其实跟我的母亲关系还不错 但我这边说的拉扯是 可能很多时候你是想证明些什么 给你母亲看的 或者是你有一些母性的能量是失衡的 比如像你可能从小就不觉得你的母亲爱你 或是从小你可能没有母亲等等之类的 像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你对于母性这方面是有很多借地 很多拉扯 很多状况的 这个部分需要去看到 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去问问自己呢 你可以看看在你身上 母亲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选择这颗矿石的朋友 请你细细地去想 母亲给予你的感受是什么 而你理想中的母亲应该要给你什么东西 或是她应该要怎么样照顾你 她应该要怎么对待你 从这个方式去看待你到底 从你母亲身上吸收了些什么 即使你没有母亲 你仍然都会有母亲能量卡在你的身上 比如你可能会怨叹你的母亲 比如你可能会觉得你的母亲不爱你 进而扩展到你觉得女生都不爱你 或是你对面对女生会特别的不自在 或者是你会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值得被爱的人 或者是你在面对长辈的时候 长辈女性的时候 你会显得特别紧张 或是你不相信母爱这件事情 或是你会特别泛滥于母爱等等之类的 这些都必须透过你自己的观察 那可以问的就是像我刚刚提供给你们的 这样的一个问句来问问自己 那这样你就可以去发现 到底母亲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因为我可以从你们的能量场里面看到 你们对于母亲的这个形象是非常介意的 那介意的点就是你会很在意这个东西 你会很在意不管是你的阴性能量展现 或是你对于温柔的这个部分 你对于一些阴性特质的写照 这些都是你会去介意的东西 OK那当然我觉得这个我看到的能量场里面 比较多是破洞的一个状态 或是受伤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会说他们对你的影响 很多是让你感受到不被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部分要你们自己去透过我刚刚的问句去问问看 OK好 那接下来呢 我可以看到选择这一颗矿石的朋友 因为你们是非常在意他人想法的一群人 所以你们很容易去打开你们的门户 让别人在你们的世界里面跑来跑去 那就是所谓的没有界限 所以你们身上其实卡了蛮多的能量的 那我这边能量并不是说 好兄弟啊或什么 而是说许多人的话 其实会让你们一直去反复的思考 或是累积在你们的能量里面 你们就会变得更容易优柔寡断 或是犹豫不决 或者是很容易质疑自己 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选择这一颗矿石的朋友啊 你们必须要去注意到的是 为什么你们愿意让别人这样来影响你们 这是什么原因呢 你可以问问看自己说 今天的我为什么会听这个人说的话 是一个什么样的缘故 这个人在我的世界里面 我是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他 那你问完自己这件问题之后 其实答案就会很明显 是来自于你的价值感 来自于你对自己的认同度不高 来自于你不知道自己是什么 你需要透过外在的世界来看到你的样貌 那很可惜的是 其实我们 我们都应该要最了解自己 可是我觉得这 选择这颗矿石的朋友 你们是对自己最不了解的一群人 所以在这样的状态之下 你们就更容易去依赖外在的事物 可是这个时候其实你们更需要 拉正回到自己的身上 去看到在你身上 你必须去展现你的什么样的特质 好的坏的 正的 负的 黑暗的 光明的 这些都是你的特质 你必须每一个每一个都去看到 那当你能够知道 这些都是你的时候 你就不容易受他人影响 因为你会知道我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现在应该要做什么样的事 我现在想做什么样的事 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现在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OK不再是 只是仰赖外在世界给你的回馈 当然我觉得外在世界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个很好觉察的方式 发现自己真正样貌的一个方式 但是现在这个时间点 我觉得更需要的是 你真的 好好的陪伴自己 从自己的心理出发 明白知道自己可以 去改变一些什么事 去改变自己的人生 去创造自己的人生 等等之类的 所以你们上期是卡了 我刚刚母亲 刚刚讲的一个母亲可能最大宗吗 那第二个就是你们卡了很多无数人 你们认为亲近的 你们认为爱的人的一些能量 在你们的身上 我可以看到很多你们 很多人的谍影的这种感觉 所以也代表说 你们真的很容易受到 他人的话语的影响 那偏偏 偏偏这类的人 就很容易去听很多话语 甚至 你们可能就会听到我的 这个测验的影片 也一样 我今天讲的所有讯息 你们都可以保有质疑 请不要一个准准准准准 就完全相信我说的东西 好吗 请你们保有自己的思考力 保有自己的质疑能力 保有自己的判断力 这是非常重要的 你们要先相信你们自己 OK这个是 我觉得选择这颗矿石 必须要去注意的部分 好 那我觉得选择这颗矿石的朋友 从我们刚刚的这个 你们的被什么样的能量影响的 这件事情来看 我会发现你们其实是非常 非常没有力量的一群人 但是我觉得这并不是 这有点像是人类现在普遍的状态是这样 因为我们一直被这样教育着嘛 我们只要被教育的是 我们就是以看得到为主的 所以我们很 很容易的去仰赖外在的世界 但我觉得会在这个时候 需要告诉你们这些 就是其实你们已经要 要踏入一个新的阶段了 所以我觉得不用去在意 今天我说的这些 你们只要记得的就是 我被这样提醒 我观察我的生命的确是这个样子 那我如何去做展现 我如何去做改变 我如何去发现我的行为 我如何去改变我的行为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那我觉得选择这颗矿石的朋友啊 你们现在可以去做的就是 在你们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 先问问自己真正的想法是什么 试着自己做一次决定看看 我的意思是说 不参考任何坚持 参考你的直觉 去做一次决定看看 即使你做了决定 发现你好像变得有点困顿了 我们再去处理下一个解决办法 因为这个部分其实是让你去 透过体验 透过学习 透过经验 去让你知道说 我其实是想要怎么样的 你这个 我觉得选择这颗矿石的朋友 你们也很需要 透过这样的一个部分 就是自己的体验 自己的经验 然后去看到自己真正的样子 是什么 OK 我们不需要去找 我们不需要去学习 我们不需要去怎么样 我们只需要去体验 去做 去经验 这样就够了 OK 你们心里的声音 你们内在词汇是非常强大的 这个部分 我希望选择这颗矿石的朋友 能够意识到这件事情 OK 好 那通灵讯息到这边 我们来看看彩虹卡 他还要给你们什么样的讯息 我们来看第一张 性使我放松 并使我平静美丽 我觉得 主要是因为 为什么会跑出这一个 是因为 我觉得选择这一颗矿石的朋友 我觉得性这个事情 它的出发点就是 母性的能量这件事情 对 所以我觉得 母性的能量 除了让你们 变得像我刚刚那样 就是可能跟 母亲这个意向 有直接的观点以外 还有是你们的温柔 阴性的这方面 母爱的这个部分的缺乏 那这样的人会怎么样 会充满控制力 他会想要掌控别人 因为他的情绪 不知道如何去展现 他不知道如何去放松 他不知道如何让自己 温柔的对待自己 OK 因为没有母性的能量嘛 对 那这件事情 其实在告诉你们说 你们在这件事情上 性的这方面 我觉得性 你不用去把它直接想成 就是我们所谓的 性这件事情 它就是一个很单纯的 一个温柔 一个女性的感觉的发展 对 那当然你直接指性也可以 我觉得你们在性的方面 可能也会非常紧绷的 一个状态 或是你们对于性 可能不敢多谈 那这边其实就在提醒你们 当你们能够解决 母亲的这个问题的时候 母性的这个问题之后 这个 你就可以自然然的 得到放松的感觉 并且回到平静的状态 并且你能够真诚的欣赏自己 OK 那性使我放松 并使我平静美丽 我觉得这边也很大的 在告诉你们 你们要爱自己 OK 好 那第二个 我有力量和能力 去过有意义的生活 觉得就很直白了 也很 有点像是 补充了我前面的通灵讯息 就是 就是你要相信自己是有力量的 你的生活是由你创造出来的 你不要再受困于外在世界了 那些都是假的 OK 第三章 当我被允许成为真实的自己 时我乐于付出 我觉得这边在讲的就是 当你能够真的知道 自己是什么样的时候 你才能够把这样的东西带出去 不然一切都只是 假的 一切都只是想证明自己而已 OK 那这三张卡片的讯息 送给选择测课矿石的朋友 还有前面的通灵讯息 那你们答案到这边 要是喜欢悠悠的影片的话呢 欢迎帮我按赞 按下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 想要追踪悠有更多的 灵性知识跟文章的话 欢迎追踪我的粉专 IG还有方格子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咯 拜拜 好 选择第二颗幻影石的朋友你们好 那我们来看看 你们被哪些能量影响着 好 选择这个矿石的朋友 你们会不会发现 你们常常有很多 你们可能知道不能做 不想做 但是会一直忍不住去做的事情 或者是会有很多惯性在你们的 感觉像是惯性的事情在你们身上 或是你们知道 哎这个事情我我知道这个事情做起来对我来说 没有一点帮助都没有 但是我就是还是想做 有没有这样的状况呢 因为选择这个矿石的朋友啊 你们身边其实卡了蛮多非物质的能量体 我不知道称呼他们为什么 对 但是他们就是一种能量的吸血虫吧 对对对 能量的吸血虫 对 战照危险的讲法应该就是能量的吸血虫 那这些东西它会发出一些 呃 频率去干扰你 去让你成为一个 嗯 会去制造一些假象 让你去相信 然后并且认为这样是你的模样 那当然当然当然 呃 这些东西能量吸血虫呢 会来到我们身边呢 有很大的一部分 就是我们的频率造成的 就是你们可能频率低 或是在你们心情不好 在你们 嗯 一些状况不好的时候去 去吸引到的 对 那 当然你说 那难道我就不允许自己中方听吗 我觉得当然不是 而是你要保有觉察的意识 就是当你知道你陷入在一个轮回 或是惯性的时候 你就必须 警觉到说 诶 我怎么会 这样的一个状态 或是我明明不想做 但是为什么 我有一直想去做 或是我明明就知道 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没有帮助 但是为什么 我还要一直去做的 这样的一个感觉 但你能够觉察到说 其实就是已经要把他们赶走的开始了 那当你可以去选择做 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 或是当下去 赫止这个行为的时候 我说的赫止是说 不是说你在自己的身边 他就啊这样子 就是你改变你的行为的时候 其实就会让他们知道说 哦 这个人没有办法再利用他了 我没办法再利用这个人 这样的能量来补给我自己了 那他自然就会离开 因为从你上面有好处了嘛 对你也知道你没有给他们好处的时候 其实你也自然而然会让他们去放下你 所以选择这颗矿石的朋友 我觉得你们必须现在先去看看自己 检视自己的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行为 或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态 有的话呢 其实你只要在你有那个行为的当下 去做一个改变就OK了 这是第一步 那但第二步你可以透过一些冥想啦 或是一些光球清理等等之类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其实疗愈的方法 你上网Google应该都Google的到 那也可以说我现在提供一下 就比如像洗所谓的光之浴 或者是点一些那个烧盐 就是应该说点一些那个烧的进化的草类 或者是海盐等等之类的这些都可以 或是你就冥想一个光球 然后去进化你的全身也都OK 对 我今天怎么一直不轮转 OK好 那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做一个清理 帮助你们把你们这些能量的吸血虫去赶跑 OK 但最重要最重要的还是你必须先意识到你有这件事情 因为就像我说当你没有意识到的时候 其实你感受不了它的因为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有它的存在啊 OK就像我们看到这个房子脏了 我们是看到这些脏我们才能打扫得到 你没有把东西搬开 你不知道这个脏物存在的时候 你会去扫它吗 不会 一样的道理 OK即使你把房子打扫了 你仍然有那个角落是脏的 一样的意思 看到了才能打扫 看到了才能清理 看到了才能疏通 好 一样的道理 OK 好 所以选择这颗矿石的朋友 你们要注意的是这个部分 那你们 这个问题还是你们必须自己问问看自己 然后去发现 并且去做相对应的处理 OK 好 那选择这颗矿石的朋友 哦你们也有一部分的人 你们可能还受到过去感情的牵绊 就是前女友前男友前 anyway 暧昧对象 对于你的影响其实是蛮巨大的 就是你可能还困在这样 他们给你的一些言语当中 或是他们给你的一些糟糕的体验当中 对 美其民是从他们上学习到一些事情 那但其实 真正你正在压低自己 或是你还在那个受伤的氛围当中 所以你必须去做释放 你必须去做明白 哦原来这件事情还伤害着我 OK 那我自己可以提供一个方式给你们是 选择这颗矿石的朋友 你们可以去 我之前有做过的方式 清理方式是 嗯 某一天我就突然想要去听 我不同时期会听的 悲伤的情歌 那那时候我就不懂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那当我开始做的时候就发现 我就开始回想起我那个时候 听这些情歌时我所投注的一些意念 因为它唤醒我们的记忆嘛 我就开始不断的 我就开始大哭 我就开始清理我每一段感情 我受到的伤害 为什么我那时候要这样子 为什么这个这首歌在那时候会让我痛苦 为什么这首歌在那个时候那么贴合我的心 OK 那透过这个方式我就不断的看到 我那时候还受到什么样伤 我并没有走出来 我以为我走出来了 然后那件事情让我相信了什么 导致我现在可能有一些行 在感情里不敢去 不敢去不敢去做的 或者是不敢去展现的等等之类的 或是违背我的样子的 OK 有些人会觉得说 哦好像是成长 但你真的是成长吗 这样的你快乐吗 OK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去思考的部分 那这个这个方法提供给你们 因为我觉得音乐是会帮我们记忆东西的 那其实 讲 讲我们跟音乐的关系是这样 但其实实际上只是说 我们有一个相同的信念 透过这个音乐去做一个在我们脑中的刻画 那这个音乐当我们再次听到的时候 它就会跟 它有点像一个key的感觉 然后 可以解开这个锁 OK 所以我觉得选择这个框手朋友 你们可以尝试看看这个方法 我觉得我那个时候 使用这个方法的时候 其实看到蛮多我在感情里面的纠结 还有包括 为什么我在感情里面越来越 可能委屈自己 或是越来越怎么样 是因为什么缘故 OK 所以我觉得选择这个框手朋友 你们在感情里面受到前任 或是之前可能抛弃过你们 伤害过你们 给予你们一些自信的打击的人们 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还影响着你们哦 就是还影响着你们的状况 还影响你们现在对于感情的一些决断 那我觉得那是蛮多人可能现在还单身的原因 或是在感情里还走不顺 或是想放放不掉 想走走不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OK 好 所以我觉得选择这颗框手朋友 必须看到这个部分 那当然 我觉得这里面更多的是投射出来的 你们有一个部分就是不爱自己 但是我觉得这个 多谈就是这样嘛 就是就是就是他讲到底就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我这边就不多讲了 重点就是在于说 你们必须一个一个的去释放掉 现在还卡着你们的这些情绪 重点是这个情绪背后造成了你们相信了什么 这个才是重点 你们必须先去清理这个部分 尤其是感情关系里面的 OK 好 那这颗矿石的通灵讯息到这边 我们来看看彩虹卡要给你们什么样的祝福呢 抱歉 哇 很有趣 你们选到就是我抽到的牌卡 跟这个幻影师给出的频率是很像的 OK好 第一张 我信任我的直觉 我觉得这就很直白了 我觉得你们今天抽到这个祝福都非常的直白 我信任我的直觉 也就是要你相信你自己 OK 所以去感受你 就像我觉得这也很对应 我一开始讲说 你们有能量吸血虫这件事情 因为它会盖掉你们的直觉 可是其实你们都有感觉到说 我好像不该这个样子 这个好像不是我的 哦 这种感觉 OK 所以你们要相信这件事情 第二个 在人际关系中 我能在亲密和自由之间取得平衡 那这个我觉得很明显 这个我觉得跟感情的这个 我刚刚讲到的状态也有点像 OK 就像我刚刚你们是不是在委屈自己了 或是你们是不是在这里面有贬低自己的状态出现 你们都必须去看到这个部分 OK 好第三张 我放下我的期待 放下期待 放下期待 我们才能让这个世界更 以更同步性的方式来服务我们 那你才能够去达到一些你想要达到的事情 OK 那这三个讯息呢 就送给选择这颗矿石的朋友 那你们今天的解答就到这边 而且要是喜欢悠悠的影片呢 欢迎帮我按个喜欢 按下订阅 开启小铃铛 那想要最终悠悠更多的灵性文章 还有一些新的感想的话呢 欢迎追踪我的粉丝专页 追踪我的IG 还有方格子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拜拜 好 选择第三颗白水晶柱的朋友 你们好 那我们来看看 你们有被哪些能量影响着 我觉得要说这个是外在能量 我觉得比较像你们过去的经验的这种感觉 因为我觉得选择这颗矿石的朋友 你们现在还蛮多人 还卡在自己曾经失败的经验里面 或是你们曾经可能想做什么事 但没做到做不好 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 那与其说这个是外在能量 我觉得更像是一个 你可能一直没有消化掉的情绪啦 对 那当然依照今天的主题 我觉得它还是很值得被拿出来 这样的一个讨论 就是你们一直活在你们的失败当中 对 对 那我要告诉这颗矿石的朋友 就是 当我们真的做一件什么事的时候 我们要先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做 我们是为了什么在做 对 为什么要做跟为了什么要做 这样的一个事情 因为我觉得 当这个 当这样的 当你能够用这样的方式去解释的时候 其实你就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你可能某一些事情会做不好 或是没有做到你理想的一个状态 对 那当然还有一个部分是 有时候 事情的发展可能 毕竟 这件事情 就能够帮你跨越这样的一个阻碍 那有些人可能就会在这个时候去选择放弃了 就像我刚讲的 你失败的经验还卡着你 所以我觉得选择 所以我觉得选择这一颗矿石的朋友啊 你们可以先去回想那时候你为什么 你失败下你的感受是什么 还有叫我刚刚讲的 你为了什么 你为什么要做 是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呢 你是在很控乏的状态下去做它吗 你在很匮乏的意识下去做这些事情吗 你只是为了得到 钱吗 你只是为了得到名声吗 每一个面向都去反复的提到 反复的看到反复的套在你的这件事里面去看看 你是不是对这个事情有感觉 我觉得这样的状态之下才能够去帮助你去释放掉你的失败感 因为你会知道原来我是因为这样 那我下次要做什么调整 我去改成是我是真的很想做这件事情 我是真的喜欢这件事情 因为从你真的能看破这一个层面之后 你就会知道你到底喜不喜欢它 你到底想不想做 诚实的面对自己 诚实的面对失败 那当然你也可以透过我刚刚 我所讲的冥想啦 或是一些书写 自由书写的方式 准备一本笔记本 然后把你的那个失败的经验写在上面 开始跟自己对话 或者是抽牌卡的 都可以就按照你喜欢的方式走 这没有特定的方式 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去把那个失败经验书写出来 叙述出来 让自己知道说 对我那时候这个样子 我那时候心情是怎么样 你那时候是一直安抚自己吗 说服自己吗 还是带着不甘心呢 导致于你现在可能做很多事感受到无力感 提不起劲这种感觉 好像我人生没有热情 这样子 是吗 所以我觉得选择这颗矿子的朋友 你们可能要看到这个部分 就是你们还活在过去的这样的一个 没做好的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 你们需要去把它做一个发泄 那所谓的发泄并不 那你可以大哭 你可以大叫 你可以 嗯 叫到你觉得很舒爽为止 但同样的你必须去回头 审视这些感觉 还有我刚讲的为了什么 为什么要做 我是为了什么目的 我在什么样的时空背景下 环境下 我那时候当下旁边有什么样的状态 促使我做这个决定 促使我做这件事情 一一的去检视过 你就会知道你是抱持了什么样的信念出发 一件事情它不会只有一个信念在支撑 你要每一个都看到 并且知道原来我是这样的人 你才能够去拆解掉你不想要的 保留你想要的 即使是你很喜欢的事情 你仍然会在这上面加诸 你想要证明自己 你想要看到自己的价值 你想要别人爱你 这样的想法仍然会有 但这些可能都会成为你 没办法把你喜欢事情发挥出来的样貌 发挥出来的一个阻碍 那要干嘛 把这阻碍拔掉就好了 你还是可以继续做它 做你喜欢的事情 OK 所以我觉得选择这颗矿手 朋友必须看到这个部分 OK 那我们再看看你们还卡着什么样的能量 我觉得跟刚刚的失败的感觉很像 我觉得选择这颗矿手 朋友你们还陷在一种想要完美的执着里面 或是想要自己更好的执着里面 我觉得想要自己完美跟想要自己更好的事情并没有错 而这重点是你是以什么出发点而才产生这个执着 是因为你看不到自己的好吗 你看不到自己已经是一个很完美的存在了吗 这样子吗 所以你才要想要更好想要 想要更完美吗 对 我觉得选择这颗矿手 但不是说我们不能想要更好 你可以先认可你自己之后 你就知道我想往下一个方向前进 这样也可以 但你们现在比较像是以一种负面的心态在看待这件事情 你们真正的底下是一个负面的信念 我不够好所以我想要更好 我不够瘦所以我想要更瘦 我不够美所以我想要更美 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 那 我觉得选择这颗矿手的朋友很有趣 因为你们都是一些 你们都是以过往的一个 你们过去的经验 或是过去的别人对你们的一些 说词去影响你们 其实你们跟第一颗矿手 有点像你们有空可以去听听看 有点像 OK甚至你们可能讯息会有点double到 对我就选择这颗矿手的朋友 但你们更多是你们在于自我的一个放不过 你们放不过自己 比起第一颗矿手 我这边就不透露 你们可以自己去听听看 但是你们的成因很像 OK 所以我就选择这颗矿手的朋友 你们很多是因为你们不放过自己 那种不放过自己 是因为你们过 你们的卡座能量 其实有点像集体意识的感觉 就是大家好像都这么说 大家好像都这么讲 美一定要瘦美一定要摆 所以我不够瘦我就是丑 我就要更美 有点像这种感觉 就是一个集体意识的概念 OK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你们必须去看到说 这个集体意识其实对我们一点帮助都没有 对你这个人一点帮助都没有 他只是在压低你的价值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这个东西不是我要的 你才能够真正的放下 所以我觉得跟第一颗很像 因为它都是来自一种别人的力量 但是在你们身上 你们更多的是你们不想放过它 OK OK 所以我就选择这颗矿石的朋友 你们 要是我要比较准确的说的话 我觉得那就是我刚刚讲的集体 集体意识 这件事情的能量一直卡着你们 OK 所以这个部分你们要去问问看自己 你们是不是自我价值感很低 跟刚刚的前面的讯息有点像 就是自我价值感很低 或是你们对于自己的认可度不高 你们不知道你们自己是什么模样 你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 OK 所以我觉得选择这颗矿石的朋友 你们必须去看到这个部分 那集体意识要怎么摆脱 我觉得重点是你必须先知道 你现在是困在集体意识里面 那个不是你的东西 那个是集体意识 是我们这个时空下 大家共有的一个状态 那你要如何去挑拨它 如何不是挑拨 如何跳出来 跳脱 我要讲跳脱 如何跳脱它 就是你必须先知道 这个是别人的看法 不是你真正的看法 这个时候你就自然而然跳脱 因为你知道 去用 我举例用瘦用白 用什么来限定美这件事情 太狭隘了吧 对我明明就知道 这个世界上有千千百百种美 千千百百种样貌 我为什么要执着于这个 OK 你们必须要先知道 你们这些都是集体意识 你们现在相信的这些东西 是集体意识 当你知道的时候就能跳脱了 好吗 那当然一样就是可以做一些冥想的 那些就是我刚提到的 OK 好 那这颗矿石的通灵讯息到这边 我们来看看采用卡 要给你们什么样的祝福 第一张 选择的权力超自在我 我觉得都很贴合我刚讲的 就是你有选择权 你知道我要不要相信这件事情 我要不要被过去的事情给捆绑住 这些都是你可以选择 当然你还是可以选 我觉察之后我还是可以选择 我要继续待在里面 那没有问题啊 但你要吗 第二张 每个人都有足够的空间 喜悦的表达我们独一无二的创造力 我觉得跟第一个也很像 第一个这张牌的感觉也很像 我觉得都在告诉我们说 你们都是有力量的 你们都是 每一个人都是有无限大的 创造力 无限大的空间 去发挥自己的色彩 OK 第三张 我仔细的选择我的话语 因为他们会创造指向 我觉得这也在告诉你们 你们因为失败感 或是一些过去做不到的事情 你们一直对自己说我没用 或者说啊 我就是做不到 啊 我就是摆烂 啊 我就是不需要怎么怎么样 这些 它都已经现在成为你生活上的标配了 都已经成为你生活上的一些原则了 我觉得那是有点可怕的事情 因为你不断的在显化痛苦的轮回给你们自己 OK 所以选择这颗矿蛇的朋友 我觉得这个 这三张牌就是有点像 再把我前面的同龄讯息 润世一遍 然后补足它 OK 希望可以激起你们一些觉察的思考 好 那这颗矿蛇的答案就到这边 要是喜欢悠悠的影片 欢迎帮我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那要是想要最终 有更多的灵性文章 或是一些心得感想的话呢 欢迎追踪我的粉丝专页 IG 还有方格子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拜拜